中国生产口罩 为什么你还要送口罩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重兵宴 最近有武汉爆发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闹得人心惶惶 即便马来西亚的这个疫情不严重 但是商场上药剂店 所有的这个口罩都被一扫而空 甚至连消毒水都被抢购 正当大家对买不到口罩这件事情 心烦意乱的时候 突然间大家在网络上看到了这组照片 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善取 可是大家都发现到 底下的留言大多数都是讽刺和批评居多 中国生产口罩 为什么你还要送口罩 谢谢你 让我买不到口罩 可能有一些人会很好奇 过往中国发生天灾的时候 马来西亚也捐了很多钱过去啊 可是为什么当时没有人批评呢 为什么这次马来西亚人送口罩给中国 会引起这么多人的不满 原因在于马来西亚资源不足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家有一个小孩 你只有一个Panado 邻居家有十多个小孩 他们都发烧了 他们也需要Panado 为了帮助他们 你把家里仅有的Panado送给了邻居 但其实邻居本身自己就是Panado的生产商 这位邻居时不时会过来你家玩 所以你和你小孩都有发烧的风险 可是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了Panado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件事会引起这么多网民的不满 这次爆发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却很难发现到 有国家公开捐赠这个口罩给中国 原因在于全球有50%的口罩 都是生产自中国 目前为止 全球最多口罩的国家依然是中国 当然拍摄这个影片 并不是要公开批评那些送口罩的人 而是要跟大家分析 为什么送口罩这件善举 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我认为帮助别人的前提之下 也要确保自身的资源充足 家里有足够的米吃 我们才把多余的米捐出去 家里的小孩吃饱了 我们才让其他的小孩也吃饱 这个听起来有点自私 但这就是人性 我们会先保护我们身边的人 中国方面也给了定心丸 口罩之所以会缺货 是因为春节放假 目前大部分的公司都已经全面复工 我相信以中国的能力 一天生产几千万个口罩都不是问题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帮助中国同胞 或者是想要为这次的疫情出一份力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少出门 确保自己不要生病 成为病毒的传播者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 有任何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你留下 我们来一起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记得按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斌燕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